澳大利亚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但是悉尼却下起了大雪 还遭到强风暴雨蹂躏 电缆断裂大约3万户家庭断电 紧急求助服务部门声称 几乎是每分钟都可以接到一通求救电话 悉尼街道上覆盖着雪 有居民穿起冬装 雪中作乐 不过强暴雨造成悉尼多个地区路面积水 车辆无法通行 西南威尔士州紧急救援部门表示 已关闭部分道路并进行了至少76次救援行动 部分铁路也浸泡在水中 导致一辆列车被迫停运 乘客受困 强风的最高风速达每小时160公里 也导致树木折断砸坏车子 阻塞了道路 著名景点蓝山国家公园也降下20公分的白雪 前往悉尼的列车服务被迫暂停 恶劣天气和抢风预计将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四